披荆斩棘的哥哥斯第二轮公演录制结束 相比于第一轮公演的紧张赛制 第二轮公演相比较更加简单 第二轮公演是哥哥组弟弟组分别守类赛 分上下半场 上半场是由弟弟组去攻类哥哥组 哥哥组的王征亮组在一攻表现最好分数最高 由其他三个弟弟组去攻类 王征亮组先上场 王征亮 高清晨 蔡明佑 林一伦表演龙 PK弟弟组的胡夏组成员有焦麦奇 傅新博 王毅哲 李佳表演的泪桥 结果是王征亮组赢 第三组上场的弟弟组是凯组 成员阿如纳 锦龙逆流而上 PK结果是王征亮组赢 第四组上场的是弟弟组早安组 成员度海涛 熊子奇 宁恒宇演唱歌曲《灵魂歌手》 PK结果是王征亮组赢 最终上半场各个组的王征亮组拿下四连胜 成为了我们本季度各个组的常胜王 下半场是各个组宫类弟弟组 有掌镜组是一宫比赛中弟弟组里面表现最好的分数最高的 所以需要和其他三组各个组PK 有掌镜组先登场 队长有掌镜 组原石原桂雅 凤小月 黄霄 朱新杰演唱歌曲表白 这也是本场的X Song PK第二组各个组李克勤组李克勤 黑泽良平 前号演唱的蓝婷旭 PK结果 李克勤组赢 第三组各个组的韦里安组 颜艺宽 徐海乔 青莲演唱负重一万斤长大 结果是有掌镜组赢 第四组的各个组 梁龙组 队员扶龙飞 原成杰 Disco 最终结果是有掌镜组赢 下半场的各个组未能攻位成功弟弟组 整场比赛汇总 各个组的王征亮组拿下四连胜 为各个组守住擂台 弟弟组的有掌镜也表现得非常好 而李克勤组是各个组 宫类组里面唯一一个赢了的组 就按照二公现在的形势 王征亮和李克勤成为了 强有力的决赛夺冠候选人 和XL候选人 二公淘汰了两位哥哥 一位是弟弟组 早安组的熊子齐 另一位是弟弟组 胡夏组的王毅哲 两位也确实国民度不高 被淘汰也是必然 这一季整体哥哥的的国民度都不算太高 大咖哥哥也比较少 只能等节目播出再看效果了 能引出话题的哥哥应该会有梁龙 李佳琪就是那个带货的主播 还有就是一些刚出道的 林明后喜欢的徐海乔 青年等等 林一伦低调回归 昔日歌坛才子能否再创辉煌 除了以上几位 单出歌坛多年的林一伦 也低调加盟了本期批歌 作为90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手 林一伦的音乐才华毋庸置疑 一首《爱情鸟》更是传唱至今 此次参加批歌 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唤醒观众们 心中沉风已久的记忆 再创当年辉煌 二公分组暗藏玄机 哥哥们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说回二公分组 最让人期待的摸过于混搭风十足的几组了 比如一向以温柔形象示人的胡夏 这次竟然要和担当李佳琪组队 风格迥异的二人将会如何融合 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而一向已搞怪著称的两龙 这次则要和辅龙飞 原成杰两位唱跳巨佳的 各个合作不知道他们会带来怎样颠覆性的舞台 还有王征亮 林一伦 高清晨 蔡明佑组成的实力唱江组 以及为李安 颜艺宽 徐海乔 庆典组成的颜值担当组 同样看点十足 这次的二公分组可谓是惊喜与悬念并存 哥哥们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让我们拭目以待